以下下來我會向大家簡報一宗 以情報主導針對招募市民出售銀行戶口 以作清洗黑錢的拘捕行動 代號為密環行動Operation Close Circle 在這個情報主導的行動裡面 警方發現了一個洗黑錢集團 以金錢去招攬一群想賺快錢的人士 首先先幫他們開設一些空殼公司 其後集團會提供一些相關的文件 給他們去到銀行開設大量的公司戶口 再而將這些我們簡稱為法律戶口 交到集團的骨幹成員手上操控 其後這些法律戶口會用來接受 一些由詐騙案件所騙回來的犯罪得益 再透過其他不同的法律戶口 在短時間之內利用戶口作出多次的轉帳 進行洗黑錢活動 在過去這幾個月 財富情報及調查科的探員 進行了一連串的情報搜集和分析 經過深入調查 發現這個集團合共持有了20個 在本地銀行開納的公司戶口 現階段的調查顯示 這個集團涉嫌在2021年的9月 至到2022年的5月期間 利用了20個法律戶口 處理了超過14億港元的華爾犯罪得益 而當中部分的款項 經警方追查發現是涉及了17宗的騙案 牽涉的都是一些海外的受害人和海外的公司 其中包括了8宗的電郵騙案 2宗的投資騙案等等 受害人合共損失大約港幣8,100萬元 牽涉的款項由3萬元至1,800萬不等 財富情報及調查科由前日開始 也即是2022年8月3日 展開了一連兩日的拘捕行動 在全港多處的地方進行搜查 行動中拘捕了3名的集團骨幹成員 以及10名的傀儡戶口持有人 並在他們身上和處所檢獲了一些 和本案有關的銀行卡 銀行文件、公司文件、手提電話、電腦等等 被捕人士包括11男、兩女 年齡介乎28至52歲 報稱無業、裝修工人、司機、廚師等等 罪名為串謀處理已知到 或相信為代表從可供訴罪行得益的財產 俗稱串謀洗一錢罪 被捕人士仍被警方拘留調查 警方現證追查這些騙款的下落 不排除會有進一步的拘捕行動 我想強調在今次的行動中 財富情報及調查科 除了拘捕了涉案的傀儡戶口持有人之外 也都拘捕了背後操控傀儡戶口的 集團骨幹成員 成功打擊了一個在香港活躍的洗黑錢集團 洗黑錢是非常嚴重的罪行 不法之徒往往會用不同的理由去理由一些市民 去借取或者售賣他們的銀行戶口 以作清洗黑錢之用 市民如果沒有任何的理由去借出或者出售他們的戶口 無論借用人或者是購買者是否認識 一旦戶口被用作清洗黑錢又或者是收受一些犯罪的得益 戶口持有人很可能已經觸犯了洗黑錢罪 根據香港法例第455章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 一經定罪最高是可以監禁14年和罰款港幣500萬元 警方想在這裏借這個機會提醒市民不租不借不賣 千萬不要將你們的戶口包括銀行戶口證券戶口 儲值支付工具戶口等等 租出借出或者是賣出給任何人去處理一些來歷不明的資金 否則很可能會觸犯洗黑錢罪